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个非常有名的定律 叫做万有引力定律 很多同学都听过这个故事 说牛顿是被苹果打到头 而发现了这个定律 其实这个典故有待考察 很可能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事实 但是宇宙之间这个引力 确实是存在的 那什么叫做万有引力呢 万的话当然是指宇宙之间的 任何两个物体 只要是任何两个物体 简单一点也就是具有质量的东西 它们之间所存在的一种作用力 那我们知道作用力有两种 就是两个互相吸引的这种力 我们称之为引力 如果两个互相排斥的力 我们称之为次力 那质量跟质量之间存在的这个作用力 它是属于一种引力 那根据牛顿的研究 他把它量化的结果 他得到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他发现到这个两个物质之间的这个引力 它的大小 跟它的质量的沉积成正比 就是两个越重的东西 它的引力就越大 所以同学有听过黑洞这个东西 其实黑洞它本身是宇宙之间的一种星体 那因为质量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相对之下它所产生的引力是相当大的 第二个它们的关系就是说 引力的大小跟质量中心的距离的平方 是成反比 那因为我们在运动学里面 曾经跟同学提到过 所有的物质 我们都把它用质点来讨论 那是最方便的 一个体积很庞大的物体 我们会利用一种数学式来去找出它的质量中心 就等于说把这个一个非常庞大的物体 把它用一个质点来表示 那两个物体就已经说成两个质点 那质点跟质点的距离 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就是它的质心的距离 那等于说两个质心靠得越近的时候 这个引力就会越大 那第三点其实是蛮重要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物体 这是一个A物体 这是一个B物体 那A物体的质量中心假设是在这里 B物体的质量中心假设是在这里 那因为它是一个引力 我们知道两点可以形成一条直线 因为它是一个引力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这个引力的方向呢 如果把它串成一条线的话 刚好可以通过它的质量中心 这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介绍 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这边有两个系统 实际上就是两个物体就对了 那这个系统呢我们称为A系统 它的质量呢我们假设是MA 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物体 我们称之为B系统 它的质量呢假设是MB 那这是A系统的质量中心 这个是B系统的质量中心 所以它们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呢 假设是R 那A对B呢它是产生一个引力 因为它们两个都是有质量的东西 这个引力呢我们假设为F的BA 而B的A的引力呢当然一定是 作用在A的身上 这个引力呢我们假设成F的AB 那我们了解相互之间的引力呢 是大小是相同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这个 A对B的引力 实际上呢它是跟B对A的引力呢 是相同的 它们两个是相同的 那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变化 所对引力呢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假设呢A呢因为某种原因呢 突然之间缩了 它的这个半径呢缩成原来的二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B呢也同时也缩小了 变成它的半径呢 假设也缩小成原来的二分之一 好那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星球的缩小的原因呢 对它的质量跟质量中心的距离呢 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缩小以后呢 它的直心其实并没有动 两个的直心其实也都没有动 所以直心跟直心的距离 其实并没有受到影响 然后质量呢也不会因为缩小的关系呢 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但是呢我们又再做成另外一个假设 假设它们之间呢突然间因为某种原因呢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呢造成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假设是原来的两倍 因为距离的增长为原来的两倍呢 所以它们之间的影响呢 就会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 或者呢因为某种原因呢 A的质量呢突然间增加成原来的八倍 那B的话也因为某种原因呢 它的质量增加成原来的六倍 好那因为之间的影响呢 又跟质量的乘积乘正比 所以造成它们的影响呢 因为质量增加的原因呢 会变成原来的四十八倍 那中间呢其实还有一个因素 叫一个因素呢就是常数的因素 好我们一般叫做万有引力常数 我们用一般叫做大写的G呢来表示 那这个G呢是多少呢 这个G呢是根据牛顿的一个学生叫做卡文迪奇 他利用这个牛百 实音的牛百呢 测出来的这个常数呢是六点六七 乘上十的负十一次次方 因为这个常数其实呢 它是并不大的 它的单位是牛顿公尺的平方 除以公斤的平方 因为这个常数其实并不大 所以同学会觉得奇怪 我跟你之间明明就有引力 而且我们之间也靠得很近 为什么我们不会动 那实际上这个引力呢 实际上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的大 但是因为月球跟地球之间的引力呢 事实上是蛮大的 而这个引力呢 确实是造成月球为什么绕着地球 旋转的一个原因 它就是因为这个引力呢 所产生的向心力 那今天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个引力的引力的引力 就是这个引力的引力 就是这个引力的引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